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 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一段非常重要 但又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 那就是魏晋南北朝 以往一提到中国历史 我们谈的往往是整段的王朝 比如唐朝、宋朝、明朝等等 那么魏晋南北朝 又是个怎样的时期呢 说起来你可能也不陌生 这里魏晋南北朝的魏字 其实就是小说《三国演义》里 曹操建立的那个曹魏政权 这是整个时期的开始 至于它的结束 则是一脚跨进了 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时代 隋唐帝国 换句话说吧 魏晋南北朝是处在 汉和隋唐两个统一时代 夹缝当中的大乱局 别小看了这场夹缝里的乱局 它前后持续的时间 可有将近400年 在这期间 原有的汉帝国已经崩溃了 新的隋唐帝国还没形成 正在清皇不接的时刻 由牧民族趁虚而入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先是未尽短期的统一结束 北方的政治形态迅速碎片化 割据政权林立 随后是汉人南迁 开始了和北方游牧政权 对峙的南北朝时代 在这期间 民族矛盾 阶层矛盾 文化冲突 就像化学反应一样 相互的激荡和交融 极大的改变了 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常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 他在内政外交都体现出了和其他王朝不一样的包容气度 这是为什么呢 单看唐朝确实不好理解 但如果我们追溯到之前的魏晋南北朝 就很明白了 因为李唐皇室呢 他就是脱胎于南北朝后期 西北地区的一个鲜卑化军事贵族集团 和有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在治国的时候 也自然体现出和单纯的汉人政权不一样的风格 不过说来遗憾啊 尽管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么重要 但是学术界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 却屈指可数 因为这段时期 矛盾丛生 肢节庞杂 即便很多专业研究历史的人 都会觉得头疼 也正因为如此 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价值 才凸显出来 他不仅把魏晋南北朝 从历史的夹缝中抽离出来 做了专题探讨 并且讲演者在学界的地位 也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分量 他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克 提到陈寅克呢 了解历史的人呢 都知道 这是中国史学界泰山北斗期的人物 像胡适啊 钱莫等等 很多我们知道的文史大师 都是陈寅克的同辈人 而如今 学术界很多 关于魏晋隋唐史的探讨 也都是在他这一代学者 奠定了理论基础之上 进行的 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 陈寅克一直以博学著称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 甚至连很多教授 都来听他讲课 因此呢 他也被大家尊称做 教授的教授 陈寅克晚年双目失明 但仍然坚持教学 他的关门弟子万绳南 就把陈先生讲课的有关内容 整理成了这部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由于万绳南呢 也是当代知名学者 学术内行人 所以这些记录和整理 很好地保留了 陈寅克的智学风格 最典型的 陈寅克一直以研究视角的 新锐组成 学养上的身后积淀 让他能把文史者打通 以小见大的看到 很多同时代的学者 看不到的深层次问题 体现在讲演录里 就有他对我们熟悉的 竹林七贤 桃花园 这些典故的剖析 那这些剖析 即便是放到现在 也是非常前沿的 再比如 陈先生在讲学期间 坚持用文言文授课 这些语言特色 也被如实地收录进来 那除此之外呢 对讲演涉及的 隐文和图例 万省南也在几十年后 出版的时候 做了恰当的补充 为这部原本是 学术笔记的讲演录 增加了很多可读性 那这期音频呢 我们的主要内容 就是为你梳理 魏晋南北朝将近400年间的 政权演变脉络中的 关键节点 我们会从三个节点来讲 第一个内容我们来讲一讲 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 怎样拉开了这个 时代乱局的大漠 第二个内容再来看一看 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是怎么形成的 第三个内容 我们再讲讲 魏晋南北朝的乱局 是怎样终结的 同时我们还会谈到 一个有趣的专题 关隆集团 这是陈寅克史学研究当中的 一个重要理论 也是这本讲演录的 一大亮点 那对今天的学术界 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下面呢 我们就有浅入深 一步步说 先来说第一个内容 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 是怎样为整个时代的乱局 拉开序幕的 阶级这个词 本来是中国古语里的原生词汇 指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 但是在古代 它并不是一个常用词 民国以后 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 甚至呢 也影响到了陈寅克 比如讲演录刚开始的第一篇 题目就叫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 应该说 在当时 这还真是一个很新潮的视角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 对魏晋三国的变化 一般只是几个字的评语 叫做 天下大势 分久必和何久必分 但陈寅克 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 自然不会止步于 大面上的评断 他像外科手术一样 把这个时代政权的更替 给我们做了纵向解剖 比如著名的关渡之战 在陈寅克看来 就不是曹操和袁绍 个人之间的战争 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 先说曹魏这边 虽然文艺作品里提到曹操 一般都称呼为曹丞相 但实际上呢 曹操的祖父是宦官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 而他父亲 则是太监的养子 这种绅士 在传统如家看 是很不入流的 但袁绍就不一样了 从他曾祖父那一代 就在东汉是高官 到他这一辈 也是门第显赫 所以本质上来讲 曹操和袁绍 分别代表平民阶级 和贵族阶级 或者换成书里原话 就是寒族和豪族 寒是贫的寒 豪是豪强的豪 这样关渡之战曹魏的胜利 就可以理解成 寒族战胜豪族 不过这种胜利呢 它只是暂时的 我们知道啊 魏蜀吴三国 最终都被司马仕的晋朝 给统一了 但司马仕作为一个家族 远不止三国演义里 提到的司马懿 司马昭这二位 还原到真实的历史 整个司马仕的祖上 还是高官 也是豪族 那基于这些分析 陈寒克大胆的 下了一个结论 从曹魏向进的转换 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 而是寒族和豪族 两个阶级的权力博弈 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就是 韩族阶级先崛起 又被打压 最终还是豪族阶级 占据了上风 这样呢 整个持续将近四百年的 魏晋南北朝一开场 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 阶级断层的面貌 这种断层呢 说来抽象 那落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 确实很具体的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曹魏是韩族出身 选人用人 更重才干 而晋朝司马氏的豪族背景 让他们更重视门第出身 我们假设一个 没什么背景读书人 出生求学都在曹魏时代 按照曹魏重视才干的用人路线 原本是可以有很好发展的 但突然有一天 政权更迭成了司马氏的晋朝 用人变成了看出身 看背景 这人一下就没有出路了 一个人还好办 但如果牵涉到 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那问题就大了 在这里呢 陈寅克从文化角度入手 为我们考证了一个熟悉的典故 竹林七贤 所谓竹林七贤 就是指魏晋时期 有七位名士给官不作 宁可在竹林谈情饮酒 以此表达对世道的不满 在很多人印象里 竹林七贤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 代表了人的气节和风骨 但是陈寅克指出 所谓的竹林七贤 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里说不存在 不是说这些人不存在 而是说七个人在竹林 纵情饮酒的事迹不存在 通过对论语 试说新语 这些点击的比较和印证 陈寅克发现 七贤的七 是古代为了形式美感 凑出来的数 而竹林 是从印度的古称天竹来的 因为当时佛教刚刚流行 社会上有佛教术语 和本土语言相融合的趋势 那么加起来就造出了 竹林七贤的传说 这个传说 影射的实际是 未尽之际 大批知识分子和当局 不合作的态度 他们看不惯司马仕当权 就采取清谈的方式 来讨论政治 那所谓清谈呢 说白了就是用隐喻的手法 来讽刺现实 这种手法 最早可以追溯到 东汉末年的党雇之祸 党同伐异的党 禁雇的雇 从这个名字 我们也能听出来 这也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那个时代宦官专权 士大夫阶层被打压 而一旦这些士大夫 有所反抗 就被宦官们扣上 结党营私的帽子 清泽禁雇言论 终身罢黜 重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有了这种打压 当时很多有思想 有学问的名士 干脆不说话 或者呢 即便是发表看法 也大多是谈一些抽象 玄奥的道理 间接表达 对朝政的不满 东汉灭亡以后 虽然事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清潭这种手法呢 却保留了下来 并且在魏晋之际 从士大夫们的政治立场 演化成为官僚之间 作秀的手段 对此呢 讲演录里单独有一个叫 清潭误国的片幕 讲这段时期的清潭风气 说 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 清潭是为了躲避灾难 但到了晚期 这种风气传染到了朝廷 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 也纷纷以清潭 来标榜自己的学问 他们潭的形式 往往悬而又悬 但内容却空洞无 这个时候 清潭就变成了空潭 这种空潭 助长了整个官场 攀比浮夸的风气 成为了晋朝 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然了 从衰落到最终灭亡 总要有最后一击嘛 传统史学家倾向于 把这最后一击 跪在外族入侵 但是陈寅克却看到了 外患背后的内忧 最明显呢 司马仕建国以后 把同样属于豪族阶级的 皇室成员封在各地 这些人不仅有土地 还可以养军队 但同时 皇帝司马炎 为了表示天下太平 又放弃了中央 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这两项政策 在讲远路里分别叫做 行封建制度 与霸周军武背 武装的武装备的背 是近在政治上两件大事 大到什么程度 司马炎刚死 这种赋予地方军权 又不加约束的体制 就失控了 司马市的皇族内部 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武力夺权 而偏巧 即位的司马中 又是一位豪族富二代 被陈寅克点评为 白痴式的人物 比如民间发生灾荒 到处都有饿死的人 司马中却问 没有饭吃 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作为旁观者 我们都可以预料到 这样的人做皇帝 国家灭亡 那是早晚的事 果然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讧之后 晋的元气大伤 最终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之下 灭亡了 那如果追溯起来 造成这种局面的最初动因 就在魏晋的阶级断层 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 党固之祸的高压态势下 士大夫通过清坛躲避灾祸 间接表达政治立场 但等到了魏晋晚期呢 整个社会经历了 由韩族向豪族统治的转变 清坛又变成了 西晋上层官僚们的集体作秀 它让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 而晋的内部 也出现决策失误 既给了地方军权 又不加以约束 招致了权力内斗 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然而 这还只是混乱的开始 更大的乱局还在后边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个内容 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是怎么形成的 先说一下什么是南北朝 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 我们从三个维度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界定 按照地理区域 南北朝是以长江为界 南北双方的对峙 按照时间顺序 南北朝是排在魏晋之后的 但它的内部 南朝和北朝 又是同时存在的 按照民族成分划分 南朝的主体 依然是汉人政权 而北朝则有更多 游牧民族当政 单纯这么说 你可能还有点 摸不到头脑 我们先讲一个熟悉的典故 理解这个典故 不仅对把握南北朝的 形成过程有帮助 也能让你更好的理解 陈寅客 偏重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 桃花源的传说 我们知道 陶元明写过一篇 桃花源记 说在南方武林郡有一个打鱼人意外来到了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里桃花盛开 南庚屡之 与世无争 人们自称祖先是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逃到这里的 通关桃花源记全篇不足四百字 却用精简飘逸的文字勾勒出了一幅人间仙境图景 桃花源真的存在吗 又在哪里呢 通过对史料的考据 陈寅客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桃花源确实有历史上真实的原形 只不过这个原形 不是像桃源明写的那样 在南方的武林郡 而是在北方 怎么讲呢 我们刚才说了 晋朝的司马式皇族内斗导致政权灭亡 但这里的灭亡只是相对的 实际上司马式的另一支逃到了南方 在今天的南京另起炉灶 又重新建立起了政权 由于两个政权都叫做晋 为了区分之前灭亡的那个通称叫做西晋 而新建立的这个呢 称为东晋 从西晋到东晋的转换 本质上是汉文化中心的南移 随着这次南移 五湖乱华的时代拉开帷幕 北方成了游牧民族的天下 所谓五湖指的是 匈奴 鲜卑 劫 枪 枪 堤 这五个大的游牧族群 堤的写法就是姓氏的这个世子下面 加上一点儿 其中桃花园里的人 说先祖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来到这里 但这个秦朝呢 他并不是秦始皇的那个秦 而是当时低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 而桃花园呢 说穿了他实际上啊 是那些没能够逃到南方的北方人 为了自保而营造的一种叫做 物壁的社会组织 传物的物 壁垒的壁 这种组织成员通常是有亲缘关系的宗族 并且呢 他通常一帮显要的地形而建 这就和桃花园记对上了 比如在桃一鸣笔下 桃花园里男女老少怡然自得 其实就因为大家都是同宗同族 所以才不分彼此其乐融融 而桃花园为什么那么难找呢 因为他的本质是为了防御敌人而建 当然要隐蔽起来了 所以在陈英克看来 桃花园哪里像桃园明说的那样逍遥啊 他分明是老百姓在当时的乱世之下 迫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既然民间如此 官方呢 刚才不是说了吗 西晋灭亡以后 司马市的皇族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 他们难道就不想打回老家吗 别说想法是有的 可东晋内部啊 却还自顾不暇呢 说起来东晋这个政权建立的有点蹊跷 他既不像传统的王朝那样 是靠武力打下来的 也不是某个王朝内部篡权的改齐一致 而是呢 靠着南迁和本地的大家族撑起来的 怎么讲啊 我们把镜头呢 稍微往回拉一点 就能看清楚了 刚才说过 魏蜀三国最后由司马市的晋统一 什么叫统一 说白了就是吞命 东晋的首都在今天的南京 之前呢 这是三国当中东吴孙权的地盘 司马市把东吴吞并了 政权虽然换了 但是民间的认同感呢 他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 尤其在西晋灭亡以后 司马市的另一支皇族司马瑞 又是逃难逃过来的 说不好听点吧 就是高级难民 如果没有大家族的支持 任凭怎样的尊贵身份 那也恐怕很难立足 多亏这个时候 同样从北方南迁的王室大家族 公开支持司马瑞 王家有王导王敦兄弟俩 其中王敦呢 执掌兵权 而王导则从中斡旋 协调和本地豪门的关系 不仅帮司马瑞在南方立足当上皇帝 也让王家总览朝纲 形成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局面 这种局面在当时有一句话 形容的非常贴切 叫做王与马共天下 其中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兄弟 马指的就是司马瑞这一系的 司马士家族 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是皇权至上的 通常不会有什么人和皇帝共天下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历史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迂回 一方面 司马瑞落难来到南方 离开王家支持几乎什么也不是 另一方面 王家同样是外来户 也不太可能做得太过分 也就这样 各方权力在东晋内部 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自己人之间还自顾不暇 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啊 打回所谓的北方老家了 除此之外 陈英克也补充了一点现实的原因 说南方缺少马匹 运粮是个大问题 他还甚至引用了北宋的审阔 在孟西笔潭里的计算 南方如果七万人参战 光运粮食就要三十万人 这么大的战备消耗 南方也是负担不起的呀 因此呢 基于各方面的原因嘛 尽管北方是汉人的故土 但现在只能任凭他 被游牧民族占据着 久而久之 天居南方反而成了习惯 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 长江既是地理上的天险 也是文化上的风格 南北双方就这样 隔着长江相互对峙 长达一二百年 而在长时间的对峙中 两方也在各自的地盘 酝酿了新的变化 其中南方先后经历了 宋齐良辰等政权 北方也先后有 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这些名字你别说现代人 古代人也是可难记的 所以后世呢 就把他们统称为南北朝 比如唐太杜牧 曾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诗 叫做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可见南北朝这个说法 在唐代就已经是约定俗成了 总体来看 南北朝的形成 始于魏晋末期五湖乱华的 游牧民族入侵 但之所以南北方能够形成 这么长时间的对峙 也和东晋内部长期的权力博弈 皇权不够强大 脱不开干系 那么这种情况 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吧 这种碎片化的政治格局 最终又是怎样 重新归于统一的呢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内容 魏晋南北朝的乱局 是怎样终结的 提到魏晋南北朝的终结 有一个我们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官隆集团 什么是官隆集团呢 它是指在南北朝末期 中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军事贵族集团 它的分布大体在今天西北地区的 关中和隆西一带 因此合称作官隆集团 之所以说绕不开 一方面因为它事关魏晋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走向 另一方面 官隆集团的理论本身也是陈寅克首创的 是他一生重大的学术贡献之一 比如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 剑桥中国史在提到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对这种以集团利益视角 来研究历史的方法 给予了肯定 称陈寅克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 而日本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 叫做古川道雄 在他自己的著作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里 更是直接说 陈寅克室的官隆集团论 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这个理论最大的亮点在于 他不是把历史发展当作一系列孤立静止的事件 而是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 我们举个例子 之前说了 魏晋南北朝是卡在汉和隋唐两个 统一时代夹缝当中的乱世 在他之后就是隋唐 在隋唐之前和南北朝后期 临接的有两个政权 一个叫西魏 一个叫北周 陈寅克观察到 从西魏北周再到隋唐 这四个政权的高层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是说隋唐两代的开国皇帝 分别是隋文帝杨坚 唐高祖李渊 很多人认为这两人没什么关系 唐朝取代隋朝 也是两个对立王朝的更替 但实际上呢 李渊呢 是杨坚的外甥 杨坚本人曾经是北周的权臣 而他的岳父 又是之前西魏的重要将领 换句话来说 如果把南北朝默契到 隋唐初年的政权 剖开来看呢 会发现 他们之间 很多中高层人物 都是互有交叉的 这难道只是 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的 这背后实际上 都是人为制度设计的产物 怎么讲 我们刚才在讲 桃花源那个典故的时候 曾经说过 南北朝 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形成的 南北方之所以 会有长达一两百年的对峙 而不是一方吞并另一方 体现在南方是皇权和士族共治 后劲不足 体现在北方则是民族问题 这种民族问题 简单说就是 当时北方的军事力量大于南方 本来是有实力南下统一全国的 但由于北方政权 是游牧民族和汉人的混合体 文化存在隔阂 让他们没办法专注于统一 这边讲演录的第十四篇 叫做南北对立形势分析 陈银客一针见血的指出 在南北双方的对立中 北方占主导 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 则南北分 一旦解决则南北合 除此之外 他还专门用了五个片目 来谈民族问题的形成和解决方案 早期的解决方案是 胡汉分割 也就是你们汉人干活 我们游牧民族拿着刀枪逼着 但事实证明 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汉人多游牧民族少 你不把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团结过来 那就意味着政权不稳定了 中期的解决方案叫做汉化 也就是一切都向汉文化靠拢 提到这一点 很多人应该不陌生 我们都知道 有个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就发生在南北朝期间的北魏 北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 孝文帝为了汉化 不仅把首都从北方 迁到原来汉文化的中心洛阳 甚至把自己皇族的姓氏 都从复兴的拓拔改成了单字的源 但从结果看呢 这样也存在问题 虽然一部分人迁到洛阳 变成了儒家的士大夫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 没去洛阳的人 仍然保留着鲜卑族上武的传统 最终呢 这两批人在理念文化方面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酿成了内乱 内乱过后 北魏分裂成了西魏和东魏两部分 其中东魏占据了今天山东 等传统富饶的区域 西魏拥有的则是 关中 陵西等 当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 按理说 在和东魏的军事对抗中 西魏是不占优势的 但是最后呢 偏偏是他 在逆境中运育出 解决北方民族问题的 终极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表现出来 就是刚才说的 关隆集团 关隆集团的奠基者 叫做宇文泰 这个人呢 是西魏的权臣 他看到了之前 几个政权失败的教训 不汉化不行 汉化过头了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走一条中间道路 首先 在顶层设计上 他搞了一套叫做 八驻国的体系 驻字的驻 国家的国 就是由八家军事贵族 共同执掌兵权 从这个名字 就能听出来 八驻国形容 这些军事贵族 像柱子一样 支撑起这个国家 这样一来 鲜卑人都高兴了 因为他们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 鲜卑族古老的 八部落智吗 而另一头 汉人也高兴 因为这八驻国里 除了宇文泰 本人不算 还有一个驻国 是皇室 只挂虚贤 也不算 那剩下的只有六驻国 而六这个数字 在汉文化里 是有特殊含义的 比如周礼 就曾经说过 只有天子 才能执掌六军 大一点的诸侯国 只能执掌三军 现在 这实质上的六驻国 和汉文化里的 天子掌六军 是遥相呼应的 自然也取得了 汉人的认同感 在顶层设计解决之后 宇文泰又开始 在中层动起了脑筋 他大胆地启用了 很多当时有才智的汉人 但启用的方法呢 很巧妙 之前北魏孝文帝 汉化改革 不是招来很多鲜卑人的不满吗 那我就反着来 把这些汉人呢 再给他鲜卑化 这样呢 就既利用了汉人的才智 又得到鲜卑人的认同 比如有两个人 分别叫杨忠和李虎 这俩人谁呢 他们其实啊 就是后来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 和唐高祖李渊的爷爷 其中杨忠的杨 就给他改成了普六儒 李虎的李就改成了大爷 这些都是鲜卑族的姓氏 这样呢 无论是国内的汉人 还是鲜卑人都说不出什么 除了这些改革 宇文泰还给这些带兵的军事贵族 授予了大量土地 并且把土地上的鲜卑游牧民 和汉人的农民都发动起来当兵 通过这些方式 就把政权内部的鲜卑人和汉人 紧紧的拧成了一条绳 形成了所谓的关隆集团 最终呢 这个关隆集团打通了民族隔阂 再统一那只是个事件问题了 果然后来 关隆集团内部产生的隋 统一了全国 至此将近400年的 魏晋南北朝大乱局 最终落下了帷幕 总的看来啊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如何最终统一 不同人有不同人的观点 但陈银客从集团视角 出发创立的关隆集团理论 确实有他的特色 在他看来 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不是孤立静止的 尤其后期的西魏北州 直到隋唐高层相互交叉的现象 耐人寻味 那从这个切入点出发 陈银客给我们列数了 这几百年间 关于民族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最终 历史选择了关隆集团 从这个集团内部诞生的隋 最终结束乱世 重新统一了中国 好 这本书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期音频的内容 第一 魏晋南北朝的乱局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讲到 魏晋之际 整个社会出现了阶级断层 原本躲避灾祸 表达政治立场的清谈 演化成了西晋上层官僚的 集体作秀 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 而晋的内部 也出现了决策失误 既给了地方军权 又不加以约束 招致了权力内斗 最终导致了 魏晋短暂的统一时代结束 第二 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说到 五湖乱华期间 游牧民族大量入侵 汉文化中心南迁 形成了士族和皇权共治的局面 这种局面 让东进无法进行有效的北伐 最终 南北双方隔着长江 形成对峙 开启了南北朝时代 第三 魏晋南北朝的乱局 是怎样终结的 我们说到陈寅克的 关隆集团理论 在他看来 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不是孤立静止的 后期西魏 北周 直到隋唐高层 都是相互交叉的 从这个切入点出发 陈寅克给我们 隶数了几百年间 关于民族问题的 不同解决方案 最终 历史选择了 关隆集团 从这个集团内部 诞生的隋 结束乱世 重新统一了中国 好 这本 魏晋南北朝史 讲演录 我们呢 就讲到这里 对于这本书啊 虽然它是大师的 思想精华 但也不能说 里面讲的就是 绝对正确 无可挑剔的 实际上呢 这些年 关于陈寅克提出的 很多理论 学术界啊 还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而这些争议 本身也在推动着 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在这本 讲演录的前沿部分 整理者 万生南 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本稿终究是一部笔记 不能说是陈老师的著作 在本稿中 不符合陈老师观点 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在所难免 这要由我负责 在这里呢 虽然不能说 万生南多虑了 但我们退一步说 即便这些观点 真的存在 可商榷之处 如果陈先生 权下有知 他也应该是 欢迎探讨的 这方面呢 陈寅克留给后世 最著名的一句话 就叫做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这句话是 1927年 他在纪念 王国为世事的 悲鸣上所提的 这其实呢 也是他一生 人格和智学精神的体现 在学术方面 陈寅克一直抱持着 开放的态度 即便是自己的观点 他也敢于打破 在此呢 我们也遵从 陈先生的开放精神 把这本讲演录 定位为 陈寅克在某一个时段 的研究成果 而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 希望你在听了以后 能够对认识 未经南北朝 这个纷乱的时代 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 全部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